大家好,这里是Peter汉语,我是郭老师,关注我,不迷路 今天我们继续练词2500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一个生词 第一个生词是澄清 澄清是动词,也是形容词 诗形容词的时候,它的意思是 清亮,比如说湖水,清亮的湖水 是动词的时候,它的意思是 使浑浊的,也就是说 不干净的变成清亮的 就是使澄清 或者使什么什么清楚 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澄清的湖水里,鱼儿游来游去 事实已经澄清,你不必担心 第二个生词 成 成是名词 它的意思是 第一,一种水果 第二,是一种颜色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应用 橙色的衣服 橙色的衣服显得有活力 来一杯鲜橙汁 第三个生词 秤 秤是个多音字 在这里,秤是名词 它的意思是用来 测量物体重量的一种工具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应用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 新买的体重秤 不好用 第四个生词 吃苦 吃苦是动词 它是一个离合动词 吃的意思是经受 苦是艰苦或者苦难 那么吃苦就可以说 吃了很多苦 所以它是离合动词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应用 孩子从小吃了很多苦 不怕吃苦才可能成功 第五个生词 吃力 吃力是一个形容词 它的意思是 费力或者很疲劳 很辛苦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应用 才说了一会儿话 他就觉得很吃力 学习 学习上感到吃力的话 就告诉妈妈 第六个生词 迟钝 迟钝是一个形容词 迟它的意思是晚 顿它是慢 所以迟钝 所以迟钝的意思是 思想或者是反应 比较慢 不灵敏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应用 你脑子这么迟钝 怎么会有人喜欢你 他是个对感情迟钝的人 第七个生词 迟缓 迟也是晚 缓是缓慢 迟缓是形容词 一般来修饰 动作或者是行为 缓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应用 工程进展迟缓 大家都很着急 有一种动物 行动迟缓 却很可爱 第八个生词 迟疑 迟疑的意思是形容 拿不定主意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应用 别迟疑了 赶快决定吧 他没有迟疑 马上答应了 第九个生词 持久 持久的意思是 保持 很久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应用 希望世界和平能够持久 每个人都希望旷日持久的爱情 最后一个生词 赤道 赤道 赤道是在地球中间的那条线 叫赤道 我们来看一下应用 这个国家在赤道以北 赤道附近很热 今天的链词2500到这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辛苦了 再见 再见 及当阳 赤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